台湾就说我们就说税率 国民负担的税率 是比在亚洲是来讲是蛮低的 可是政府透过其他的方式 事实上只要从民众的口袋里挖出不少钱 你说全民健保 当初是说这个互助 可是你全民健保应该是 如果是纯粹的保险 应该是说从他的风险 来跟他的负担 要成比率 风险越高的人负担了保费 因为他可能使用了保费的资源越多 所以他保费应该提高 这是一般保险的概念 可是因为他是社会保险 而且有这个税的意味 所以变成他的收入变成他的保费 衡量他的保费的考量 所以说变成某种程度 也变成又克正了健康税一样 另外一个 你说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也是 可是因为其实 国民年金现在已经面临到 可能会无以为继的情况下 因为不是才第二年 就已经开始出现收入跟支出 有问题 但是可能是因为当初 精算的这个费率 然后送到立法院来 经过大家的一个折冲 可是当初这个制度 我觉得其实也 如果预期让现在这一代 年轻的人 也许是你的子子辈子女 二十几岁 刚开始要缴国民年金 预计到说 等到他们退休 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 可能领不到 因为国民年金可能已经破产 或是要花费巨额的这个税赋来填补 国民年金的这个漏洞的 这个洞的时候 财务黑洞的时候 那样其实 坦白讲 第一个民众缴的意愿 会觉得很低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也是可能是另外一种税 这就叫养老税 社会安全税 好了 现在没有啊 现在不止啊 还有长照 长照险也在规划中 如果长照险还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想要一个 一个刚毕业的 一个大学毕业生 二十几岁 一个月可能现在薪水很低 一万八两万两万出头 好 就算他领到三万好了 他缴到多少钱 其实我觉得 其实台湾的税赋的负担 明目上叫做税的 是不高 平均税赋负担 那百分之十几 但是 加上这其他的这个部分 不叫做税的 但是事实上是跟税有相同 或类似性质的 是蛮多的 所以您 我们也真的是 这个很恳请 就是说 那如果在规划这个社会 尤其 尤其 金融海啸以来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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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民众 陷入这个生活的困境 很多 但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 感觉起来 却没有因为而这样 而增加很多 所以我觉得 其实那 那到底民众会觉得说 那到底政府在为我们做什么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 将来在规划长照险的时候 或是现在对于这个年金的 这个怎么样补破网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 或是从他的支出面 怎么样去做 让民众的负担 不要那么重 让财务的亏损 不要那么快 有没有办法做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第一个 国民年金它的一个财务 就目前来讲 它财务的一个规模是647亿 所以支付 支付那个保险的几乎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有问题的是 中央要负担 保费跟行政费用的那一个部分 对 现在是那一个部分而已 那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我们也在积极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因为华里头它有规定 第二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第三年 99年明年 明年它大概9到10月之间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中央要负担保费补助的一个部分 对 差额 那个年金差额那个部分 因为当初那个采券盈余 一个是采券盈余 因为采券盈余 它那个收入没有预期那么高 对啊 所以那个就是说收入来源减少 那减少我们虽然说可以用那个责任准备 已经有的那些不断的去 去填补 那终究不是长久之间 最后所以我们才说 华里头它有规定有一些的一个顺序 可以来针对财源去做处理 那我们现在也在看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把这个财源来筹筑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整个财务的重建 财务结构的重建 包括将来给付的部分 怎么做 我简单说这个不归内政部 可能归不归内政部管 你说农保 农保也是一样啊 农民保险现在真的需要的农民 需要农保的农民 他的保费 他的这个部分 像外交很多公教人员退休啊 他退休之后 或者是一般人退休 退休之后 他已经领了一笔保险金 他加入农保 因为他买一个小小小小小块地 然后他种植 种一点东西 他有享受农保这个 这样子优渥的 的一个 没有真正照顾 这个真的需要的 真的终身务农的 而是照顾说 退休下来的 的人 然后他在享受农保 其实他农保的问题 也会蛮大的 但问题是 我们这样 政府有没有办法 对于这部分 来好好来规划 我们是很期待的 谢谢次长 好 谢谢黄伟泽委员 接下来陈彦委员 来